巴黎奥运男子桌球单打四分之一决赛中 大陆的桌球一哥樊振东 以四比三逆转击败的日本选手张本智和挺进四强 其实樊振东刚开始落后 谁知申请了离场换件球衣开始惊天逆转 原来樊振东离场换球衣时 教练王浩一直跟在他身边对他进行指导 第三局上来樊振东开始在正手的半台发球 这个突然变化让张本智和应对不及 第三局结束换张本智和也去换了件球衣 第四局双方一开始就进入了拉锯战模式 比分多次打平 最后樊振东以四比三击败了张本智和晋级半决赛 巴黎奥运会上男子单打排名世界第一的 大陆桌球选手王楚清 五元十六强让樊振东的压力更大 肩上背负的是全大陆的希望 他坦言自己唯一能做的就是专注比赛 每天做好准备 如果活在别人眼中 其实说白一点就是追求结果 因为外界他不可能是每个人都在你身边 也不可能每个人了解你都在发生什么经历什么 他只会看到最后的结果 至于台湾羽球男双组合林洋佩在巴黎奥运八强赛中以21比14 21比17击败了泰国组合闯进四强 有一幕让电台主持人感觉暖心 那就是泰国组合选手想要换球 但裁判一直不给换 坚持直接把球交给李洋 场面一度很僵 结果李洋主动走过去 拿了一颗新球 意思就是没关系就换吧 而事实也证明有实力不在乎换不换 TVBS新闻谢贤熙 陈向如综合报道 想看最完整的新闻内容 记得下载TVBS新闻网APP